好,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解这一题 说考虑坐标平面上满足2的x次方等于5的y次方 那这样的点呢,p或x倒点y 那问下列哪些选项是错的 是错的,A00可能是一个p点 B呢,log5跟log2呢,是一个可能的p点 C呢,p倒点xy呢,它满足xy相乘会大概等于0 出乎呢,它说可能的,所有的可能的这个p点啊 它会形成一个直线 好,1呢,它说p点的xy坐标可以同时是正整数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要怎么样来做呢 好,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看到2的x等于5的y次方 那这两个相等,可是你的xy变数在指数 那我们要把它掉下来很简单,就两边同取log 好,那相等取log2还是会相等 以实为底好了 那这个x就可以掉下来 所以你就会得到的是x呢,是乘上log2 然后再加上,啊,就会等于 等于y呢,乘上log5 好,这个就是相等的 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0,0是不是可能呢 就把x跟y用0跟0带进去,它相等啊 你放在这边也是一样啊 就是2的0次方1,5的0次方1,两个当然相等 所以这个呢,是可能的 可能,可是我们要选错的 所以这不能选 这个它是对的,所以不能选 好,那log5跟log2 x用log5,y用log2 那就logx用log5 然后这个log2照抄 那y呢,用log2带进去 那就是log2 后面有个log5,照抄 就把它抄下,就把它抄下了 好,那这样有没有相等呢 有没有相等呢 那log5乘上log2 会不会等于log2乘上log5呢 当然会的 好,这个就是 xy等于y乘x 两个次数相乘,可以交换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叙述 但是我们要选错的,所以它也不能选 好,c呢 它说点xy满足 x乘以y会大等于0 好,你会发现到这两个 这个是正的,这个是正的,所以 它x的这个 大小正负符号 跟y的正负符号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当然它也可能 两个同时为0 所以它相乘也可能等于0 或者呢,它两个要同号 所以c呢,这个叙述也是对 那就不能选了 好,所以有可能的xy值是一个直线 好,那你发现这个 这个xy值它刚好是 好,两个常数嘛 所以说多少x等于多少y 所以这个是二元一次方成4 好,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叙述 好,所以不能选 好,那1呢 那说xy坐标可以同时是正整数 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地方就好了 那1的部分呢,你就看 好,如果2的x次方等于5的y次方 那这是正整数的话 那可见2乘的正整数格 那它是一个偶数 那5乘上正整数格 那它是一个奇数 那奇数跟偶数可以相等吗? 当然不行 不能相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错的 那这个错 当然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个答案 好,这样可以吗? 还有按照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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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